欢迎关注明镜头条 上周末社交媒体平台出现 湖畔大学四个大金字正在被抹去 虽然官方回应改名是为了避免造成误解 但也有分析人士解读 这也预示着湖畔大学正是寿终正寝 回顾过去一年甚至几年围绕着马云的新闻 湖畔大学招牌的消失也是很多人意料之中的事情 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背景讨论重点 马云的湖畔大学被铲除 核心利益圈瓦解 综合媒体报道 由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牵头柳传志等 其他八名著名企业家和学者创办的湖畔大学 在杭州西湖玉浩湾校指被抹去校名 中国网传的短片显示 湖畔大学四个大字原本捐刻在一块巨石上 昨天已被一名工作人员用电动磨盘抹去 湖畔大学创办于2015年3月 多次获得中国首副称号的马云担任首任校长 湖畔大学因其仅4.07%的低路曲率 被指奉行精英主义 网民指称是明朝时期的东林书院 是个以马云为核心的利益圈 去年年底 马云深陷舆论漩涡 其创建的蚂蚁金服在临近上市前被当局交停 马云也被有关部门约谈 湖畔大学前身为马云名下私人会所江南会 由马云、冯伦、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 前影医、蔡红斌、邵小峰在杭州创办的 以企业家为招收对象的学校 8人成为湖畔大学第一批校董事会成员 马云担任第一校长 湖畔二字源于马云创业所在地杭州湖畔花园小区 湖畔大学招生标准非常严苛 学校实施三年教学制 但每期仅接收40人左右 并且要求学员必须拥有超过三年创业经历 2015年1月26日 湖畔大学已从报名的150人中 面试出第一批50名学员 自此以后每年报名的人数都在急剧增加 到2017年第三期的时候 报名的人数已经超过1000多人 而录取的名额没有增加 而到了2018年 报名的人数更是增加到了4000人以上 几年来从湖畔大学毕业的大佬数不胜数 例如58同城的姚进波 车河家创始人李响 水滴筹创始人沈鹏 还包括一些网红明星 比如雪梨和胡彦斌等 按照马云自己的话来说 湖畔大学不是为了培养企业家如何创业 而是让企业能够活得更长 希望在湖畔形成一种文化 让每个企业活长活久 中国企业活到30年以上的非常之少 而这个大学的愿景就是做300年 但在今年4月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说 北京当局下令 由马云创办的杭州湖畔大学 已经奉命停止招生 原定今年3月底开学的一年级学生入校注册 已经被叫停 金融时报说 当局把矛头指向湖畔大学强烈暗示 打击马云的行动 正从商业领域扩展到教育 马云在2019年宣布退休的时候 曾经表示 退休后希望干老本行 还当教师 马云在投身商界之前是一名英语教师 金融时报表示 湖畔大学之所以受到当局的限制 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局担心 中国顶尖企业家可能会被组织起来 实现由马云而不是中共设立的目标 在中国 中共明确宣布 当政军民商党是领导一切的 任何独立于党外的组织或团体 都会引起中共当局的不安 他总要想办法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金融时报引用熟悉湖畔大学情况的人士的话说 政府绝不允许马云等人把这所大学作为培养信徒 扩大个人势力的工具 马云早前因旗下的蚂蚁集团的上市被紧急叫停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涉嫌垄断行为被立案调查 今年4月 中共市场监管总局指控阿里巴巴集团 违反反垄断法 对其罚款182.28亿元人民币 这是中共实施反垄断法后破记录的最高额罚款 许多分析人士说 政府名义上是反垄断 实际上就是为了对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进行有效的控制 今年1月还传出中国超级富豪俱乐部泰山会被解散的消息 消息称泰山会已于1月20日解散 并向有关部门完成注销泰山会有关登记手续 由于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曾是会员 引发外界联想二者是否有关联 但有报道称解散的原因是内部会员分歧大矛盾深 接下来关注今天大新闻讨论重点 习近平无法接受马云湖畔大学终结 马云大学肯定办不下去这是肯定的 这个事情能感觉到习近平是在针对马云这个人 不单单是针对阿里巴巴这个集团 而是更是针对马云个人 习近平对马云这个人很防范很不喜欢 所以凡是沾上马云的事 沾上马云的人都有点不是很妙 因为他针对的是马云个人 所以马云这个大学被牵连了 如果说不是马云的话 那这个事情可能不一样 所以这个里边的事情要复杂就在这 我能感觉到现在马云的日子很狼狈 一往亮相的时候马云总是这种意气风发的 是不是甚至还有点神采飞扬的 没错非常明显 这次出来的时候给人感觉 确实有点狼狈不堪的这种感觉 很疲惫表现的那个有点这种 甚至有点这种抢装欢言的意思 是不是强打精神亮相 那种感觉 所以从马云的这种自身的这种形象来看 表现来看 我们能感觉到马云应该是承受了很大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肯定要比别人更清楚 这个事情的真相 习近平在做什么 他为什么倒霉 他肯定比别人要清楚得多 所以外界的猜测 有的时候实际上是借题发挥 比方说打马云是为了马云身后的什么人 其实马云身后的那些人 他们的这种 顶多他们是借马云捞点钱 但是就影响力来讲 没有任何人现在能跟马云身后的人 能跟马云相提并论的 无论任何一个人 现在都不具备马云这样的影响力 这一点来讲 恰恰是马云这个自身 这个角色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说有人说 整阿里巴巴整马云是为了马云后边的人 这个我觉得过于牵强附会 习近平当然有可能会借机打击几个政敌 敲诈勒索有点钱 这有可能 但是马云自身 马云这个人对习近平的威胁 远远超过马云后边那些人 马云后边的人有什么本事 不过就是借了权势捞点钱而已 对不对 他能干什么 马云的号召力有多大 假如要不是这么打压的话 马云的号召力 说句笑话 假如习近平和马云两块站一块 我估计90%的人得投马云的票 投马云的票 10%也不准有 对不对 习近平不要说说英文了 连中文都说不全都说不好 是不是 马云毕竟在国际场合 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 习近平能干什么 所以这里边 而且马云的 以他的个人的这种财富号召力 马云的能力 所以习近平真正防反的是马云这个人 不是马云那点钱 也不是马云身后那几个人 我看习近平最担心马云的那种政治魅力 就是我们西方常讲的这种charisma 一个政治领袖的那种charisma 那种魅力 让人家很难挡 就像那个克林顿 克林顿90年代的时候 他刚上台的时候 他就给人家感觉有那种所谓的政治领袖的魅力 就像欧巴马身上也有一点 我们在川普 川普那不叫政治魅力 那我们在拜登身上就看不到什么叫政治魅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心里一定对马云非常戒心 他认为说你这种政治魅力 是我没有办法学 或是我没有办法用我的政治权盟去得到的事情 是这样 所以这个马云犯了一个很大的忌讳 这个办学校 这个事情上 共产党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事情 这是培养自己的弟子的 培养自己嫡系的一种方式 所以这个里边呢 共产党对这个是非常敏感的 习近平 共产党头头到亲自兼任党校的校长 所以这件事情上 共产党把这个培养干部这件事情 是看得非常重的 所以马云呢 这个事情上是很犯忌的事 他在培养自己的嫡系干部 培养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所以这个事情上 办这种学校 本身就是一件 共产党不是很喜欢的事情 接下来关注大使小平 讨论重点 湖畔大学原来是非法大学 舆论吹风马云比柳传志还可怕 我们这个湖畔大学呢 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非民办 民办非单位不属于学历 教育序列 为了给 不给大家造成误解 现在改名为浙江湖畔创业研究中心 简称湖畔创业中心 那么这是他自己的说法 那么 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呢 要来这么一局 减少大家的误解 一般的记者是追不到的 那么我今天呢 这个节目呢 就来给大家解读 为什么湖畔大学 要把那好端端的四个大字给抹掉 要搞一个湖畔创业中心 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那么 实际上呢 严格的来说 按照中国的法律 按照中国的法律 这个法律实际上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和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战役条例 如果这个湖畔大学呢 他要属于学历教育序列呢 他必须跟着这个 高等教育法和这个 普通高等学校设置 这样条例这个路径去走 不是走民政部 我们做民政部是 是走这个社团啊 看着这个是啊 一般的民办教育机构 培训机构 最后现在 大家给这个湖畔大学的定位 是一个民办培训机构 你去查 你去查网络上 讲这个湖畔大学 他虽然顶着一个大学的名字 但是呢 他是一个民办的培训机构 那么这个民办啊 相当于官办啊 公立的公立的区别 那么这个培训机构呢 相当于大学学院啊 研究机构这样的东西 主要是指啊 相对于大学和学院的称呼 那么在中国呢 啊这个在中国你要办一个大学啊 是有比较严格的限制的条件 那么这些限制的条件呢 啊在这个高等教育法和高等学校设施条里头都有很清楚的规定啊 那么这个高等教育法呢 就规定啊 第一啊 大概这么几个条件 第一你要有比较强的教学科研能力 第二你这个教学科研能力能够足以抵挡啊 给这个本科生啊 本科生实施教育啊 高等学校啊 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教育本科生啊 第三呢 你如果要给本科生的做教育呢 你的学校那个高大学的话呢 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内为主要学科啊 否则的话你你没有资格教大学啊 我们就想想了 马云这个学校有没有资格教大学 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压根就没有标准 所以说他是非法大学啊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普通高等学校 这个占星条例呢 对这个啊 设置大学的条件呢 啊 规定能更细一些啊 这个他 细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在文科啊 在文科含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啊 政法财经教育 含体育啊 理科公科龙科医科八个学科门内中 有三个以上不同学科为主要学科 就在八个里头你要有三个 你要作为主要的学科 你能培养本科啊 这个要求就比较严重 这是第二第二个呢 啊 教学科员能力 第三个呢 全日制的啊 在校学生规模要五千人以上 你才能叫大学啊 三千人的规模呢 叫学院 前面差不多啊 大学和学院的区别在人数多少 那么这么一对照 马云的这个湖畔大学也够不上啊 我看有一篇文章啊 追这个马云的这个学校里的的招生的情况 啊 你看他招生的情况 第一届 招生 15年开始啊 主要方向是互联网上的创业精英 录了36个人 啊 这里头有王立峰这样的名人啊 这里头有 杭州外婆家吴郭平啊 西北贾国龙这样的 昌影家大腕 也有五八同城 姚敬波这样的人啊 再玩下呢 有顾家家居 家居顾江森 扩大迅飞 胡裕 还有霍云东的孙子都给招进来了啊 富三代 那么17年呢 他招了多少人呢 1080个人报名 录取了44个 所以说他三届加起来的话 161718 加起来的话呢 100人都不到啊 44个 啊 36个啊 再加这个56啊 大概100来人啊 他离这个学院大学的规模差得很远 差得很远啊 这个Alex说那些富人开的EMBA啊 都不是政经文凭啊 何况是湖畔大学 这个这个他连EMBA都算不上 EMBA是个学院啊 学院必须要有3000人的规模 从人数上他就够不着啊 所以这个我这个标题上呢 说他是非法大学打了引号啊 打了引号 为什么呢 是讲他根据啊 我刚才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战役条例 这两个标准啊 来看他不符合啊 称大学的这个条件 但是中国这个国家 他不是一个法律社会啊 那么我在这地方说啊 他为什么叫大学 他就叫大学 而且大学了那么多年 你也拿他没有办 是吧 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呢 啊 湖畔大学这个四个字啊 说你合法就合法 说你不违法 你就 说你违法你就违法了 接下来关注全球新闻 讨论重点 马云当众羞辱刘鹤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近来频频受到北京打压 不仅集团被重罚 马云本人也跟着消失了好几个月 以往民间企业的风光已经不在了 对此呢 媒体普遍猜测 与他去年10月出席上海外滩金融峰会时 公开批评中国金融体系有关系 但是现在有外媒披露说 真正让马云惹祸上身的 其实是他长期以来对中南海的这个权威呢 并不重视 而且频频忽视监管 自行歧视的关系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出一篇 题为消失的亿万富翁 马云如何惹习近平生厌的文章 独家披露马云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 是如何激怒中南海高层 报道中提到 马云在事业成功之后开始自行歧视 慢慢扩张自己的金融版图 有时手段甚至无视当局的权威 最好的例子便是10年前的支付保股前之争 从2009年开始 马云便开始布局其对支付保的控股方式 马云的得力助手蔡崇信把支付保从阿里巴巴的职属子公司 转为马云个人持有多数股权的本土公司 但是阿里巴巴在很多方面仍然将支付保视为子公司 在未得到阿里董事会的同意之下 他取消时的支付保成为阿里子公司的法律合同 直接将支付保纳入他个人的控制之下 根据NBA智库百科 2011年5月11日 雅虎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会的经营业绩详细报告中指出 支付保所有权被转移到了马云控股的浙江阿里巴巴 以便支付保获得在中国境内的第三方支付牌照 阿里巴巴集团随即发表声明解释 早在2009年7月的董事会上 就跟股东们讨论并且确认了支付保70%股权 转入一家独立中国公司的事情 而后又在2010年8月将剩余的30%股权再次转让 阿里巴巴集团管理层 为符合央行关于支付许可证的企业必须100%内资的政策规定 将支付保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 从外资控股变为100%内资控股的公司 并且终止与阿里巴巴集团的协议控制 从而引发与阿里巴巴集团的另外两家大股东 雅虎以及软银的股权争议 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有一部分人认为 马云已经证明了他对中国的忠诚 而非外国的利益相关者 另外有人认为 这是马云从监管部确定性中来获利 之后又把责任推卸给监管 中国企业家担心 马云破坏了他们从外国投资者获得资金 并且最终在外国市场套现的融资体系 对此财新传媒胡舒利还特别写评论批评 马云的势力越来越大 而且事业遍及全球 这也让中南海当局越来越在意 报导提到2017年 乌镇互联网大会闭幕当晚 当局主办的晚宴 南瓜了包括当时互联网所有巨头 但是独缺马云 马云没有受邀显然相当生气 他曾经在受访的时候公开讽刺说 江湖是讲情谊的地方 不应该是斗争的场所 应该是分享的场所 还说阿里如果要办饭局 那也会是世界级的 隔年1月 马云果真实现了他的话 在达沃斯举行了晚宴 世界精英云集 但却没有邀请隔天 也在达沃斯发表演讲的刘鹤道场 另外马云的立项作为 也让中南海高层耿耿于怀 报道指出 2019年马云公益基金会 与杭州市 渔航区慈善总会等等机构 签署捐赠协议 其中马云公益基金会 将捐赠1亿元人民币 作为中国杭州西施地 生态环境研究以及保护用途 马云还在捐赠仪式上表示 将会把西施施地 打造得像纽约中央公园一样 实际上马云几乎拥有了 杭州西施施地 国家公园大片土地的控制权 上面建有马云帝国中心 包括了马云基金会 还有太极权工作室 宛如自家后院 也让中共高层 对马云越来越忌惮 接下来关注 全球新闻讨论终点 马云被强迫露脸 沉默出席普京视频会议 在阿里巴巴被处以高额罚款 蚂蚁集团三次被人民银行 中国英报间等四个部门 约谈之后 外界都特别关注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下落 而本月14号却传出 马云出席俄罗斯地理协会监视会会议 不过他全程没有发言 综合媒体报导 俄罗斯总统普京14号 主持俄罗斯地理协会监视会会议 马云通过视讯的方式 出席该场会议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马云当时身处的房间布局 是采用中国风格 墙壁上面画着梅花 而全程将近两个小时的会议期间 马云并没有发言 只是聆听其他与会者的交流跟报告 偶尔端起茶杯喝茶 自从去年10月 马云炮轰中国金融体系 惹怒北京当局之后 就线少出现在公众视野 他席下的产业也陆续遭到 中国政府的整顿 就在4月12号 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证监会外汇局四大金融部门 再度约谈蚂蚁集团 而至此 蚂蚁集团从去年11月开始 已经被三次约谈 同时阿里巴巴近日被官方定性 实施二选一的垄断行为 遭到处罚182亿人民币 成为中国史上最大的反垄断罚单 同时被外界称为 马云黄埔军校的湖畔大学 也传出三月底无法如期开学 这段期间 马云的下落一直沉迷 尽管今年1月 马云曾经透过视讯 出席乡村教师资金会颁奖典礼 而这也是他自从去年10月之后 第一次露灭 不过他实际上身在何处 却没人敢肯定 当时有传言指出 他躲到新加坡 也有传言表示 他隐身在浙江 直到今年2月份春节期间 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 郭文贵爆料 马云早就已经被中共双规 被中纪委跟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软禁 而他1月份透过视讯露脸 其实是中共有意为之 如今 马云再次透过视讯 出席俄罗斯地理学会监视会会议 却又一改他过去 看看俄谈的形象 全程不发抑郁 也让外界格外好奇他的正式情况 接下来关注全球新闻 讨论重点 上海帮才是目标 马云深厚的势力 北京当局近日对阿里巴巴进行一连串的整改 继4月10日 对集团旗下电商平台的二选一行为 开罚人民币182.28亿元之后 12日再公布 对蚂蚁集团的五项整改重点 包括要求蚂蚁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 以及接受相对应的监管等等 在连日重罚阿里巴巴并且公布整改重点之后 中国官方并未再对腾讯等网络巨头开刀 而是给业界一个月的时间自行整改 历时将近半年的平台经济反垄断 似乎占告一个段落 网络平台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告终 关于这个现象 日本竞技新闻编辑委员宗泽克尔 发表了一篇文章进行评论分析 宗泽克尔认为 北京当局对阿里巴巴的整改 要关注的不只是罚款金额的大小 去年11月初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和他实职掌控的蚂蚁集团相关负责人遭到约谈 当时正值蚂蚁集团即将于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之际 而且还募集了大约4兆日元规模的资金 这项上市计划突然喊停 至今仍然无法上市 同年12月 当局第二次约谈蚂蚁集团 这次则是第三次 宗泽克尔认为 这类刻意大动作约谈行动 其实是很不寻常的 阿里巴巴董事长兼CEO张勇表示 监管部门的反垄断处罚 不会造成重大负面的影响 但相关人士透露 这些行动其实含有深刻的政治问题 分析指出 在共产党掌控下的中国 约谈这件事的意义 和西方世界各国政府机关 对企业的约谈不同 企业在中国遭到约谈 基本上就决定了企业与经营者的命运 如果约谈行动多达两三次 当事者通常已经知道 自己一定会遭受重罚 宗泽克尔认为 北京当局这次对阿里巴巴做的事情 是一种近似反贪腐运动 进一步强化对于企业的控制 约谈的主体是政府机构 但中国其实没有任何一条法律 规定当局可以做像12日那样的约谈行动 这项约谈行动的依据 其实是去年五中全会提出 并在共产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的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这样的重点任务 简单来说 习政权就是将反腐败运动的想法 强迫套用在民间企业上 有习近平作为后盾 当局就可以更严格的实施各项规定 即使是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也可能遭到举发 中箭落马 反垄断法其实是极少用的传家保健 但北京当局突然对阿里巴巴开砸 刻意巨额的罚金 事实上 马云等人并没有犯下新的错误 他们被罚的行为是过去一直以来都有的 而且是中国政府允许的 原因就在于共产党想要加强控制民间企业 这也与习近平想要长期执政有关 习近平推动反腐败运动八年多以来 成效良好 产出了许多政敌 也巩固了他在共产党内的政治地位 但是共产党在经济界的统治力不够强 习近平其实在2014年的党代表大会上 就想要控制包括民间企业在内 国内所有的组织 可惜成效不张 习近平对于追求经济利益与自由的民间企业 感到十分警戒 接下来关注新闻联报讨论重点 马云在挨中共一刀 湖畔大学被禁招生 阿里巴巴集团创办的马云 自从去年被中国政府盯上之后 就开始风波不断 最新消息是北京当局要求 由马云担任大学校长的湖畔大学 必须停止招生 综合媒体引述英国金融时报 知情人士透露 湖畔大学校方已经暂停原定三月底 开始的一年级课程 目前还不清楚 新生路学报名将会何时进行 不过现有学生开车的课程将会如常进行 学校部分也不会永久关闭 目前关于这个消息 学校方面跟阿里巴巴集团 正式没有公开回应 不过这并不是湖畔大学禁辞第一次遇到波折 去年12月的时候 湖畔大学云南分校原定跟云南昆明市政府合作 之后招标计划却突然叫停 外界当时分析应该是跟马云得罪政府高层有关 在那段期间里面 蚂蚁集团IPO也被叫停 并且遭到中国检管机构调查 事实上湖畔大学的危机似乎早就有机可循 先前有马云等超级富豪组建的神秘俱乐部泰山会被解散 而湖畔大学发起人之中半数以上都是泰山会的成员 马云出事之后泰山会人人自为 公开资料显示湖畔大学2015年开办位于杭州西湖畔 获得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支持 目的是要培训内地初创企业家 快速成为中国最富盛名的商学院之一 学生们有机会参加有马云教导的课程 而许多知名的各国企业也都曾经到湖畔大学演讲 前前有数据显示湖畔大学四届以来 170多位学员大多是知名企业家 来自文化娱乐传媒 企业服务电子商务等30个行业 想要进入湖畔大学的首先门槛 必须就业创业满三年 年营收必须超过3000万人民币 必须要留三年晚税证明 以及三位推荐人 其中至少要有一位推荐人是 湖畔大学指定的人士 被誉为全球最南京的学校之一 不过中国内地许多学者 不满湖畔大学的营运方式 认为湖畔大学并不符合大学宗旨 知情人士认为一些中国高级官员 已经开始将湖畔大学 视为现代版的东陵学院 东陵学院曾经培育出 志同道合的思想家 而这些思想家随后就影响明朝政治 并且削弱明朝政府 接下来关注全球新闻 讨论重点马云神预言 中国企业家无一人能善终 马云神预言 中国企业家没有一个有善终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说 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办人 马云的商业帝国 受到了中国政府前所未有的打压 香港媒体爆出了 马云过去说过 中国企业家没有一个是善终的 竟然成为了已经实现的预言 前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蔡霞接黑幕 说没有公平正义 民营企业家就是待宰的羔羊 向媒体端传媒在推特上贴出了 马云2013年发表的言论 当时马云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 中国不像日本欧洲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 产生了许多庞大的企业家群体 而马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 中国这个世代的顶尖企业家之一 但是他也明白历史上先出头的企业家 最终的结果大多不理想 马云当时提到 他和一群企业家表明应有敬畏之心 他说在高位置上的人 要跟高位置上的人讲他们的敬畏之心 他自己觉得中国的企业家 确实没有好的下场 事实也是历史也是 历史不会因为今天而改变 会有仅存侥幸的人毕竟不多 他说这并不是悲观之天命者才能乐观 另外前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蔡霞 透过推特转贴文章表示 读了中国国内曝光的蚂蚁金服的内幕文章 他说闭口不提中共权贵利用金融争权夺利 闭口不谈蚂蚁金服对权力垄断金融或暴利的冲击 文章披露投资蚂蚁金服的资本公司名称 但闭口不谈一个不保护合法私人财产安全 毫不透明的所谓法制 所谓市场就没有公平正义 民营企业家就是带载的羔羊 接下来关注今天大新闻讨论重点 马云露脸了 真没事了吗 你怎么样看待马云忽然间这50秒的视讯 视频的这种出现 就在10月底到现在忽然间 忽然间又活过来了 忽然间又出现了 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个人想这个可能跟这个和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形势有关系 和习近平的个人的这种心情有关系 我这里边是不是就能说明马云就没事了 这个现在还为时过早 因为现在马云他是一个侵犯 他是惹了习近平了 他不是因为什么他那几句话 经济问题 这个显然不是 我们注意到了 浙江省省委书记表态如何如何 那这个浙江省委书记的表态 他给谁表态呢 他显然是在给习近平表态 他不是给浙江的老百姓 给浙江的那些富商表态呢 完全不是的 他是在给习近平表态 那就足以说明 马云是犯在习近平手里的 所以浙江省委书记才表态 这个事情上 既然是犯在习近平手里的 我个人感觉 马云的好果子 没什么好果子吃 会很危险 当然这里边也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说通过什么其他的交换 或许能够让马云逃过这一劫 但是我觉得马云的这个钱 马云的财产 不 估计那么好 危险了 马云的命也许能保住 但是这个都很难说 中国的好多富豪 比方说很有名的一个富豪叫什么 许明 住在监狱里边 判的行为并不多 结果就死在监狱里了 还有类似情况 这种好多富豪 稀里糊涂就 很难说 也许喝水就喝死了 这个也许怎么着就完蛋了 这里边的问题在于 看看习近平的这种心情是不是好 如果习近平心情好的话 或许马云没事 如果习近平心情不好的话 马云可能难逃这一劫 你这个讲让人家非常的寒惨 马云反正现在出现了 但是英国媒体小道消息是说 马云很后悔 没有早点离开 他应该在11月份讲完话之后 赶快离开中国 显然现在马云应该在中国 所以并不如外界之前所讲的 可能已经离开中国 在美国甚至在纽约了 因为他在纽约上周 买一大片这个森林保留地 我是不晓得买这块那么大一匹地 是要做什么用 我搞不清楚 所以你的看法是马云 到底他自己的安危 可能要由习近平来决定 那对蚂蚁金服 甚至对阿里巴巴 未来的发展呢 未来企业发展 你觉得会有影响吗 还是 这是肯定的 现在没这么说 这些企业 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他们已经 他们的影响力 已经远远超出 这种企业的范围了 他们已经拥有了 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习近平这个人 有特别强的这种危机意识 有特别大的这种不安全感 所以这个时候 你很难说 什么事情上 触动了习近平哪门神经了 让他很敏感 让他很担心 所以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 外界可能觉得 这件事情不应该啊 但是在习近平这儿 就应该就可能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马云后悔 其实马云早早就该离开中国了 他辞职的那一天 就该离开中国了 所以他这个人 应该说他对中共 对习近平的这种了解 还是很浮浅的